来跟进 玻璃市前州部大臣 阿都斯利·阿兹兰 被控虚假索赔和洗钱案的最新进展 由于控方需要时间来研究 阿兹兰的陈情书 地庭决定在明年7月到8月当中的 9天时间审理案件 主控官诺拉利斯指出 控方昨天才收到辩方 透过电邮发送的陈情书 因此他今早在案件过堂时 告诉地庭法官阿组拉 他们需要时间来研究这些文件 过后再向总检察长汇报情况 法官阿组拉过后则定 明年1月12号过堂 同时明年7月18和19号 8月1号和2号 以及19到23号是审讯期 今年4月 阿兹兰在反贪法令第18条文下 被控5项虚假申报罪名 证明前州务大臣被指 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 每一年的10月到12月 利用提供给州务大臣的 海外假期便利 通过一家旅游公司 仿造到了英国伦敦出游的机票 酒店住宿和交通费用 不过实际上他并没有出行 此外他被控5项的洗钱罪名 涉嫌从两家旅游公司 收取105万令吉的非法收入收益 下一个文化 下一个文化 感谢观看